上午你跟我說 孩子要去讀這個科系 你要跟他學來治癒你 那就表示他有了自我價值 渴望的連結裡面也是幫助他的感受 在這個地方 打通的 我這樣講有點深喔 有點難 重來一次 從小我們作為一個孩子 在這個世界上面 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們 感受是被允許的 從來都沒有告訴我們 感受應該如何發展 不要生氣 不要害怕 不要難過 不要緊張 不要有壓力 因此一個孩子從很小 他就變成了一個情緒的壓力鍋 他沒有辦法正視他的情緒 如果沒有辦法正視情緒 一個孩子如果是一個 讀書讀得很厲害的 他就是超理智 讀書讀得不厲害的 他就是多動 他就是情緒障礙 這樣的小孩 他就要更多的 感受的連結跟他做對話 剛剛跟心情示範的就是這個 示範了這個東西 他就願意自己說出來 所以對話裡面 根本不是我在告訴他 他應該怎麼做 沒有一個小孩 不想自己變成一個有價值的人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只是失落了一些方法 好 問你們第二個問題 你有生氣你怎麼表達 我見過你 好 你生氣的時候結婚了嗎 男朋友 沒有 有前男友 對不起 對不起 前男友你生氣的時候你怎麼表達 鬧脾氣的意思是 比如說 我有一個東西沒有滿足你 我並不知道是什麼 你 身分計時不說話 對 先謝謝你啊 你是老師嗎 科福老師 謝謝你的坦白 你生悶氣你想得到什麼 想得到他的關注 有得到嗎 他來關注你的時候 你就不生悶氣了是嗎 站起來 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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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生我的悶氣 我是你爸爸也好 是你的男朋友也好 我幫你轉過來 你會怎麼樣 老師那我不明白 你不是要幫我關注你嗎 那我把你轉過來以後 你又轉過去 這件事情是什麼 所以還沒有得到 就可能還想要更多的 更多的討好 你是說希望這個男人有更多的討好 是嗎 應該是這樣 如果這個男人要怎麼樣 更多的討好是你要的 抱一下之類 轉過去 我如果來抱你了 你就會在這個地方回應我了嗎 老師 就會了 是嗎 對 所以女人很簡單是不是 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說過嗎 以前那時候總是都沒有 不太會處理這個 他每次抱你你就真的會願意回應他嗎 其實我記不得就是 如果應該是說以前都會 就是還不滿意 如果是現在 還不滿意的意思是 這樣抱也不滿意 可是那你要什麼 回到以前 這樣抱也不滿意 那你要什麼 我聽聽看 你看我們在探索這個行為的背後 他想要得到的 我們那麼合理的在探索 老師還可以嗎 可不可以變成現在 喔 好 所以你已經成長了 那個成長的關鍵是什麼 什麼東西促使著你在以前 人家怎麼安慰你 搞不好你都不太願意回頭 可是現在你卻願意 什麼東西改變了 首先我的心變寬容 我的心變寬容了 就是我覺得人都有情緒 那人也都會犯錯 所以我們要各特一步 你怎麼得來這樣的寬容的方向 因為很多人不容易 對 跟很多人相處 然後自己也曾經跌倒 也曾經需要別人的寬容 所以就是現在都可以和平看待別人 就是對自己的一些 黃奇啊 那你寬容黃奇吧 你也寬容 也寬容了 如果他要解決自己的情緒 他有一個觀點 有一個方向就是要對自己 有更大的寬容 不過他現在說 只是他跟我談 我沒有探索他 說話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是頭腦 一個是內在 所以 我剛才問的是 正向的聚焦他 是怎麼改變的 他剛剛說 他自己也跌倒過 我如果要更深 他來找我求助 我就會問他 他跌倒的狀況 當然 在大眾的面前就不問了 我們老師有沒有很可愛 黃奇老師 我認為啊 你還有一個很好的男人在等你 那麼可愛的女孩 她很想把自己的內在在這個地方 跟別人做分享 沒事沒事 你們去檢驗一下 黃奇謝謝你啊 好嗎 給他一個掌聲 看來看去啊 我小時候談戀愛都很不勇敢 後來想 原來學的Satir Mado 談戀愛好像比較簡單 就是因為你跟別人的連結 比較好了 比較容易了 別人比較願意跟你做接近 我剛剛問的一個問題是 你是怎麼生氣的 你生氣的時候需要別人怎麼做 那天我在南投做教館 因為教館最難做 上午讓他哭一個 下午讓他哭一個 他們比較願意進來 要不然教官太困難了 因為教官都是頭腦 所以 鍾翰 鍾翰也是教官吧 鍾翰你的內在的感情也蠻發達的 也蠻發達的 你現在是效忠我 因為我有跟他對話過 結果我們的教官就最有趣了 我就問教官說 教官你生氣的時候會做什麼 他們都是不說話 那不說話 他就把手搶起來 我說那你要得到什麼 說我要得到別人的道歉 有一個教官最可愛 我說你生氣怎麼表達 他說我抽菸 我說你平常不抽菸嗎 不 我就在家裡面抽菸 我說平常地下室抽菸 我說那你要得到什麼 我要他來給我道歉 我說他來道歉你接受嗎 我不接受 我說那你要什麼 你會發現 噢我們的生氣卡住了 這個生氣裡面其實它後面有一個原點 所以作為一個大人跟一個孩子的連結 當一個孩子生氣了一個孩子難過了 你知道這些孩子從小他就沒有被合理的發展 感官作為人的身體的一部分 它應該是你們要先聽這個議題 人出生就會哭 感官先於觀點先於期待 先於什麼東西感官就會做表達 所以華德福系統裡面有十二感官 對吧 他把感官裡面分像平衡覺啊 像這些覺知的覺 他帶進來 他帶進來 無非就是華德福的系統跟我很合的 因為他無非是讓人的內在 跟這個自然取得一個和諧 取得一個很大的和諧 可是一個小孩子 他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哭 我們想這個議題 如果我們是山上的孩子 偏鄉的孩子 你們知道偏鄉的孩子難待 孤兒難待 為什麼 因為這些孩子從小就沒有在感官上面被照顧 在感官的世界裡面 小孩子一出生他就先要被呵護的 一個小孩他剛生出來哭了 他在這個地方 他就只要一哭 他就要被被抱 我們想這個議題 一個孩子哭了他被抱 他就安全 同意吧 一個孩子如果哭了 我不理他 讓他在這裡 我們想這個議題 如果他是一個偏鄉的孩子 他的家庭的功能是失功能的 小孩子一出生就丟在那裡的 請問這個孩子他從小的時候 他的內在當他恐懼難過 他學到了什麼樣的回應 沒有人理他 他的內在要起什麼反應 就怕 我就要去學習應對這個世界 這就是小孩 所以在感官的原則條件裡面 他的第一個就是觸覺感官 我們的五感裡面最簡單的觸覺感官 像我以前在全人 小孩子來住校 像小一小二小三的 這麼小的 學校就希望我們老師 能夠給他們多擁抱 我剛去的時候是沒辦法擁抱的 那我有男女之別 所以我的學生第一次我撿到他的手相機 他在大壩街上抱我 我整個人是這樣 然後我還看他 我說一軒你後面 你男朋友在那裡 你要不要抱他 他看一看我不要 我好尷尬 然後他到處跟人家說 從那邊抱過一個人像木桶 我去跟老胡子說 怎麼辦學生抱我 他說你有問題 我說老胡子是他抱我耶 他抱你有什麼問題 我說可是很怪 他說你是不是心裡面有鬼 要不然你怎麼會覺得有問題 他講一句話 讓我打到對 我覺得我應該有鬼 我沒辦法這麼自由的 我沒辦法 我到後來能夠跟三毛舉這麼自由 那也是學來的 好 我在新教裡面寫到 2004年那個皇家學院 做的那個報告 一個小孩出生雙胞胎 一半放在保溫箱 一半從保溫箱帶出來 能夠施以人工的撫摸 這個小孩過動症的機會少 保溫箱的小孩過動症的機會多 偏鄉的孩子 他如果一出生 他就被丟在一個地方 不停的哭 你覺得他要用什麼樣的感覺 來應對這個世界 他在應該沒有害怕的年代 他時代 時間 他就有了害怕 好 我們重開一次 一個孩子在這個地方哭 我跟媽媽在吵架 跟你講 媽媽說 這小孩子跟著哭了 靠山 這個小孩子 他是怎麼樣被這樣的 家庭系統裡面的應對 這叫做生存法則 你如果明白了偏鄉的脈絡 你就知道在脈絡上面 我可以怎麼在這個地方 陪伴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不安的長大 隔代教養也是 爸爸媽媽施功能也是 因為連我這樣的人 爸爸還在家裡面做了一個最大的支柱 可是我能夠走上來 我告訴各位 我的爸爸我很感謝他 你知道我爸爸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會打我 他會罵我 可是他很勇敢跟堅強 可是他打我或罵我 他打我也打得很少 他比較常在口語上面罵我 我長大以後我就開始跟他對抗 我就學會了跟他不講話 可是你知道我這個爸爸 我每每跟他生氣 跑到房間把門 啪 關起來 你知道我這個爸爸對我 至今我記憶最深刻的是 他仍然在樓下煮飯 煮著煮著他就叫我了 阿姐拿吃飯啦 我還在生氣呢 我不吃 我爸爸說 詐不詞咧 你看 你爹煮了 這麼好吃的菜 又玉 又啞 來來來吃飯 你知道我就跟他鬧脾氣 我爸爸就說 趕快來吃啦 趕快趕快趕快 你不吃菜都涼了 你怎麼對這個爸爸 這麼溫暖的愛的爸爸 你還能夠跟他抗拒下去 這是我爸 我後來發現 我的爸爸有一個最溫暖的力量 在後面 他也會有情緒 這個男人太可悲了 老婆跑掉了 四個孩子亂七八糟 他說 他夢在棉被裡面 心都碎了 我說那你是怎麼走過來的 他說 隔天早晨太陽起來 我還是得上班 不然怎麼辦 我說你不難過嗎 他說我難過啊 我怎麼辦 他在我面前哭了我就跑了 男人不應該哭 我怎麼可以接受我的爸爸哭 這是我爸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他後面有一個最大的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我都知道 我無論如何他都不會拋棄我 一個偏鄉的孩子 他在家裡面 我都是這樣走上來 我都淋亂不堪 一個孩子他從小被遺棄 他在這個地方 你覺得呢 他如果現在已經活到了五歲 八歲 十歲 他的身體的論述 內在的感官跟思維 已經在這個地方成為了一套系統 你覺得他會不會就是這樣 他會不會就是 在他的習性裡面就這樣 不是他願意的 是因為他的整個環境死來 所以國王學院做的這個調查裡面 他說 那麼我們在觸覺裡面 要多給這個孩子 小孩子這麼小 給他擁抱 所以我上次來這邊做示範的時候說過 一個小孩子這麼小 他真正的感官的體驗 不是只有感官的 感覺的 還有口語的 比如說 我們做一個爸爸媽媽 用憤怒的聲音 好了不要哭了 哭了不要哭了 這個小孩就會生起 內在就會有感覺 他時時都在一個什麼狀態 防衛的狀態 這就是小孩他成長的 內在我們被忽略的一塊 這也是華德福系統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你在這個地方罵他 他就開始刷咧刷咧 他是怎麼反應這個世界呢 這叫感官 你跟他做討好 乖乖乖 這是溫暖的 可是他到了長大 你還這樣子說 他就學會了依賴 他永遠不會負責任 你也不會跟他說道理嘛對不對 好別哭 男人有淚不清談 勇敢堅強 他聽了什麼感覺 打岔的就是被忽略的不理他的 所以小孩子他在他的整個覺獸裡面 眼睛的 聽覺的 輔助的 六歲以前的兒童發展裡面 這些東西他應該要被在乎 那麼在一般的知識學校裡面 他就發展一個東西 尤其是在台東 假設整個家庭 整個部落 他有施工能 那麼這些孩子 他已經缺了這一塊的孩子 他來到了一個環境裡面 他就會展現出他在你 內在裡面的那種不安 那種 我不知道了 好 不知道你們這邊的孩子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 他就會想要表現 是嗎 有 黃旗 如果你明白這個表現就是 他要被你看到他的自我價值 那麼你切入的脈絡 你能夠對的話就OK了 可是這樣的小朋友 你們得要花時間 你的脈絡如果是正確的 我認為這些孩子他應該都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他在 所以老師的 老師的角色裡面 我邀請各位老師應該做這件動作 溫暖的陪伴 作為一個他在雨潭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世界有一個人 他能夠溫暖的跟你對話 好 那麼因此在感官裡面 我們就要做一個動作 那麼他的感官 他自己都不知道 這就是 晚夜問的 我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要問孩子的感官 因為你都知道 小孩子在浮躁的狀態裡面 你跟他怎麼講他寫功課 他不會做的 你下次試試看 一個孩子這麼浮躁 你跟他說寫功課 不理你 你如果切入感受 知道了他的浮躁 解構了他的浮躁 他就暗定了 你就能夠跟他共同工作了 因為他的情感在這個地方以前被忽略了 好 那麼情感的連結 那你們就知道 許珊珊為什麼我叫他 問他 你是生氣嗎 因為他已經呈現了生氣 所以晚夜他已經在生氣了 他的呈現的情緒 讓我有了核對的可能 所以不是我貼近去 故意去問他是不是真的有生氣 把生氣的論述丟到他的頭上 而是當他被同理了生氣 他就比較不生氣 你記得這件事 孩子如果有害怕 你同理了他的害怕 他就比較不害怕 因此在這個地方回應這個媽媽 我一邊講脈絡一邊回應你 我的孩子恐懼上台 今年小二 從幼稚園至今 只要是上台說故事講笑話 他都無法上台分享 即使在家練習已經很流暢 到了學校他仍然無法上台說出來 我該如何鼓勵他呢 不用鼓勵他 不用愛他就行了 接受他不能上台 通常的語言他會說我害怕 問他你會害怕嗎 媽媽知道你害怕 那我明天怎麼辦 你如果不能上台講沒關係 你這麼勇敢 你不是嗎 你一直害怕但你還這麼勇敢 媽媽覺得這樣就好了 你背後如果有一個愛 他的害怕就會不見 可是我在我的新書裡面 新念這本書裡面 提了一個東西 他如果要上台演講 我通常會問他 前面的論述很重要 聚學生的孩子 他通常是有恐懼的 因此我要帶他做恐懼 去年年底的親子天下 有一個去學生的孩子跟我一起上人 親子天下 我等待的他待了一年半 整整待一年半 很困難 不過我沒有每天見他 這個恐懼的孩子他要上台演講 我通常會這樣問 你會害怕 他就會開始哭 這個問話的 爸爸媽媽你可以聽一下 你下次問他 他如果說媽媽我害怕我明天怎麼辦 你深呼吸停頓看他的眼睛 不要先回答他不要給他建議 你如果要讓他站起來慢一點 你問他 妹妹啊你會害怕 他通常都會哭 你讓他哭 你就走他的難過 你會難過 媽媽知道你難過 媽媽一直在你旁邊 那明天怎麼辦 你這麼勇敢 有沒有講沒關係 可是我明天要講 媽媽知道你希望媽媽為你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如果他的語言走到這裡 那就表示爸爸媽媽常常去幫他做些什麼 他沒有辦法承擔這些感受 孩子有恐懼有什麼關係 他只要勇敢慢慢的滋生出來 就能夠解決這個恐懼 我通常會問孩子 你真的要面對害怕嗎 比賽的孩子害怕 緊張 要 那你深呼吸 我通常跟孩子說這句話 雖然這本書還沒出 你們可以聽一下 可是這個動作要做 沒有做你不要直接跟孩子說 叫他深呼吸 你真的要解決嗎 要 那媽媽做一個東西 你試試看 你深呼吸 跟自己說 我感覺到我害怕 我知道我很害怕 我也願意接受 通常他在這裡 有些孩子就哭 跟他說 雖然我會害怕 但是我也沒有放棄 我還是很有勇氣 結束 叫他深呼吸 用右手 食指跟中指 敲他左手的關節 敲整個地方 敲二十次 敲完恐懼也許就少了三分之一 你再跟他核對 有少一點點 對他就有幫助 這是我找來最簡單的方法 我找了三個面對恐懼的方法 應對著不同的狀態 因為我們一般叫孩子不恐懼沒有用 他如果說他還是不能呢 沒關係你已經認真了 恐懼有少一點嗎 有 但是我還是不能上去 沒關係他有進步了 媽媽陪你 別看到那個眼前的目標 回過頭來 感官他如果從小就沒有被合理的對待 他就會沉積成為一種東西 這種東西就是內在的壓制 好我就再帶一點點 我去帶戒煙 這上次也提過了吧 一個孩子抽煙他要來戒煙 我在他講話的時候 看到了他的恐懼 就這樣 我問這個孩子 給均一的老師跟偏鄉的老師分享一下 但你不一定做得到 我來帶這個脈絡 我說你會害怕啊 他說會 我說你怎麼會有害怕 怎麼進來的 他說我從小就被家暴 我說你被家暴 你還有記憶嗎 有 小的時候 從很小還沒出來 姐姐就被打 我被爸爸打 從樓上打到樓下 爸爸喝酒 把我關在門外 我一個晚上看天空的星星 我很憤怒 我為什麼要生在這個家 我說後來呢 他說一直被打到國中 我就跟我爸爸對幹 家暴官就來幫我分開 我要告訴各位這樣的孩子 內在就凌亂 風風叫 我說那你平常害怕 有影響你嗎 有 打雷的時候我就怕 工地有聲音我就怕 我說那你怎麼走過來的 他說我抽煙 這些孩子不抽煙 他就得找一個舞台 否則你把他的煙拔掉 他就去吸毒 你知道這個孩子我要怎麼幫助他 我講這一關你不一定做得到 但你可以參考一下 他的憤怒早就已經累積在這裡了 通常大人跟他說 你不要想那麼多 那已經過去了 很笑欸 憤怒已經在這個地方沉積這麼久 不可能離開 所以所有的人大人 包括慧如剛剛說 為什麼我會很容易生氣 我的小時候未滿足的期待 在這個地方沒有解決 Satia的脈絡 我要回到我童年的體驗 走回我未滿足的期待 重新滿足 那麼我的內在就會走過來 因此我對這個孩子做的東西是 請他回想他的童年 我陪著他 十二個學生 兩個老師 我叫他申福希 叫他罵三世紀 他罵的開始罵好笑聲 他後來罵的罵是聲淚俱下 我們要問這個問題 童年的時候被壓制的情感 在這個地方 Alice Miller說 從來不曾離開 童年壓制的那些感官感覺 他只是換一個方式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埋場 因此他所變換的就是 你的浮躁 你的不安 你的空 那麼我們必須重新找一個方法 在他的生命的感官裡面 在這個脈絡讓他梳理出來 那麼怎麼梳理 其中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把他的感受抓出來以後 核對他 陪伴他 好 二 承認他 接納他 問你們一個問題 隨便亂問 媽媽 孩子生氣你會怎麼辦 學生生氣你怎麼辦 怎麼跟他應對 先問他說 怎麼了 不講話 老師想問問看 你是不是想要先自己靜一靜 等你準備好了 老師再來關心你 給他一個空間對不對 老師做得真好 怎麼辦 孩子生氣 你有孩子嗎 你的學生生氣的你怎麼辦 我會先問他原因 不說話 或者我說了 都是他不對 他打我 那我就會直接問他說 就是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就莫名其妙拿我的東西啊 很賤你知道 來 所以你覺得很生氣囉 對啊 那除了生氣之外 你還有其他的感覺嗎 沒有啊 那老師知道你很生氣 然後那你覺得 你覺得這件事情可以怎麼樣處理 不知道 會讓你處理 老師你處罰到 我覺得請進來 就是把當事者都叫過來 然後會 就是等於說會對峙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還不錯嘛 你們老師都很好耶 已經很成熟了 很成熟的方法 你剛剛已經在探索生氣了 對吧 沒有去解決事件 很多的老師跟大人 尤其是姐妹吵架 馬上解決事件 事件就完全找解決不完 所以我在感官的脈絡裡面 帶了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就是 如果你能夠在對話語言裡面 趕快一點點去把它的感官 找出來 那麼就好了 那我以前最常示範的就是 一個小孩 他如果 他如果 很難過 我們要讓他意識到難過 很難過 輔導師來了一個孩子 難過的小孩 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他 家儀我以前是哪裡做示範的 所以你就哭了的那次嗎 好 不能讓人家哭 誰比較不哭的 黃昕你比較不哭吧 好 對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示範 我們的小孩子 還有機會跟他的感覺觸碰嗎 你們想這個問題 這是我最常舉的例子 作文的範疇裡面 小孩子根本感覺不到風 自動多麼的合唱 感覺不到太陽多麼美麗 國小二年級三年級寫作文 這是一個風和日體的早晨 三年級他的感官就被埋沒 就開始來了反射動作 在一個風和日體的早晨 對吧 四年級管你什麼風和日體 管你什麼感覺 就是套裝模式 這叫做大腦的概念 反射出來的語言 還是一個風和日體的早晨 他的感官從很小就被人家給屏蔽 而忽略了他的內在有一個感官 那麼感官是作為認識自己的第一個基礎 如果黃岐是另外一個我 那麼我在應對我難過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我的我在這裡 他難過了 我就不願意在這個地方接近他 我就逃避他 可是那個難過的我還在那裡啊 他的隱含的內在就是我會深深的孤單 我會深深的悲傷 可是我為了不要看這個悲傷 我不想管因為悲傷讓我很恐懼 在這個世界上面我如果有了悲傷 我要怎麼活下去 我就把它一直遠離 遠離 因此我們叫做我們離我們自己很遠 所以你就明白為什麼問心情這句話 你是個好孩子嗎 意思就是這句話的問話都拉到 他如何看他自己 這麼難過的一個孩子 他在行為的顯現裡面 我問他你是好孩子嗎 停頓了 怎麼拉自己都知道 我都沒有在這裡面讀書 我都一直看電視 如果你跟他自己連結 這就是我引導他跟自己連結 那麼他就會比較好 好我用十分鐘講這個感受 我們就要結束這個議題 黃奇 當我女兒啊 因為我每次都這樣解釋的啦 輔導師的老師 或者是這個地方你們一定要記得 不要走世界走感受 走世界你就變判官 應對語言裡面三方的應對語言 我情境跟他人 照顧他人就是走他的感受 那我就已經體貼他了 你們先把他當公事也好 起碼你至少在這個地方知道 我是怎麼可以跟他做連結的 如果你越來越真心 那麼他就會明白你的感覺 他就會明白你的照顧 所以你們想像一下 一個難過的孩子來了 通常我都建議這樣做 接納他的難過 怎麼接納 來黃奇做一個悲傷的十七歲的少女 好嗎 黃奇很會演戲 爸爸來了 你會跟爸爸說嗎 你會啊 十七歲的少女黃奇會跟爸爸說 不會 不會啊 你是會還不會 你不會 你不想跟他說 好 想像一下你不想跟這個爸爸說 好嗎 好 別哭喔 不會哭啦 我想不會 因為那個家裡是比較感性的 他的內在有太多的感覺 在這個地方未經處理 所以感官一被打開 像剛剛心情 一被打開他就會一直哭 正常的 你只要明白你就懂怎麼陪伴他 他就會走向一個比較健康的方向 這地方有很多的課題跟困惑 感受我通常都講一整天 我今天只要簡簡單單 但一個半小時就要把它帶過去了 以前的人都用滾治水的方法讀你 所以叫做不要生氣不要難過 或者我跟你講道理都是忽略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太簡單了 大雨治水的方法 疏通 你只要疏通他 他就沒事了 所以先管這個 先別管事件 來晃起 如果我是爸爸 看看我的應對姿態 我要敲門進來 爸爸如果很不自在 通常都是這樣 這叫做打岔 因為我很尷尬 所以我得會這樣 他就會不安 如果我進來 聲音也會 這個也是打岔 一致的人是什麼 什麼叫做回到我的內在 如果我有尷尬 我應該處理我的尷尬 我有生氣 例如說那我生氣怎麼辦 那就先停頓 先停頓 停頓了以後 我們再去處理 再回過頭來跟孩子談 比較簡單 否則這些事情 就不會有一個結果 深呼吸 轉住 敲了門 黃奇沒有讓我不進來 也就是讓我進來 我開著門 我的女兒在哭 應對姿態裡面的第一關 或者輔導師的老師 看到一個會哭的孩子 接納的動作 最簡單的是 不要在這個地方 一直不斷地去問他事件 接納 全然地接納 所以當我的肢體姿態進來 我是這麼安全穩定地坐到他的對面 一個孩子即使他在哭我也要這樣做 深呼吸 這就是柏涵座的停頓 哭你了 沒關係 記得吧 各位老師 這個第一句話應該怎麼連結 靠你 來 對 好棒 很簡單吧 對吧 怎麼了 就是一個好連結啊 黃奇你可以聽一下用感覺 你是那個女孩 你是那個女孩 感覺一下當我這樣問話 你的心靈什麼感受 你有什麼的想法會出來 你看我的問話怎麼啦 好 他說沒事 我說了你再說一次讓他們聽 怎麼啦 沒事 孩子說沒事 不是 不是 你們在二人對立的思考裡面進去啦 你有沒有發現你們馬上進入二人對立 有嗎 我說沒事你們馬上接一句 一定是有事 我沒跟你講啊 我沒教這個啊 很有趣齁 對不對 什麼叫全然地接納 探索跟接納就是陪在他的身邊 這就是婦女一體的 問他怎麼啦 不是去用一個刀穿他 是我要站在他的身邊 我的孩子在難過 我問他怎麼啦 是探索 他說沒事 我得尊重他 可是他沒事 這是一個 如果是葡萄式的孩子 那我怎麼辦 剛剛我問了一個問題 第一句話你們都回答得很好 對不對 怎麼啦 然後他就沒事 當他說完沒事 我建議各位 你在沒空 你說我怎麼可以等這麼久 等待都比你馬上 比哩巴拉說一下 怎麼會沒事 你說沒事就一定有事 黃奇你說說看沒關係 你跟爸爸講 我告訴你這裡面有兩個意涵 一你這樣一講下去以後 你很煩 二他以後永遠依賴你 有任何的問題也不想跟你說 黃奇就是這樣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 他喜歡別人去哄他 問他 一直不斷的 剛剛你沒看到應對姿態嗎 翻他過來 翻他過來 他要我用更大的愛來跟他談的時候 他才願意跟我說 好啦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我說 他一定會說沒事 你一直在這個地方說 你沒事就是有事 你一直不斷的講 你就在做討好了 你就在做討好 你要讓一個孩子健全健康的發展 不要看某一個事件 孩子沒寫作業 別看每一個事件 看一個長遠的脈絡 這是我們所有作為輔導工作人員 作為一個教師 最應該看的 你在這個地方 只要一看這個事件 你就積極的想要在這個地方解出解答 你反而就忽略了 所以不是沒事就有事 是他沒事接納他 那麼你就要施展停頓 我建議把停頓放在內在裡面 停頓的時候去注意一下自己的尷尬 從那一次到黃旗 就把那個沒事再說一遍 我們把那時間弄長一點 就是從那一次 爸爸坐下來肢體跟他連結 我如果可以看他久一點也可以 黃旗 黃旗啊 怎麼了 沒事 沒事啊 我好想停在這裡 是嗎 我很想跟你們說一件事 黃旗的男朋友如果是我 他再出戲很難演 因為我會停在這裡 看他 不知道他怎麼演下去 我很想知道 我如果一直停在這裡 他會怎麼演下去 沒事 原來女人說沒事就是有事的 背後就是要希望別人來安慰他 我現在有點明白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別人在想的是什麼 可是我只知道在脈絡上面 我應該怎麼去跟一個人連結 好 黃旗你想一下 我如果都不講話 停在你前面 他大概會對我生氣吧 會齁 對啦 他一定會生氣 你說幹嘛又不來安慰我 又不怎樣 你是怎樣 他也不是沒事 好有趣啊 人的情感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跟別人做交互作用 跟連結 原來是這麼複雜 這麼優微 這麼細膩的 一關 一個方法就能夠打通從小到老人 從小 我跟我爸爸的連結也是這樣 好 他說沒事了嘛 黃旗啊 爸爸看你哭了 你在難過啊 你看他點頭 我是輔導老師也好 爸爸也好 這句話就是我常說的對不對 剛剛那句話叫核對 核對就是 他在哭 我核對他 你這個眼淚是難過嗎 他點頭了 所以我接下來的話就是大雨治水的這句話 我每次都這樣戴 現在所有的第一次參與的人比較熟 所以 每一票打 你們一定看好幾次 這句話通常是這樣帶出來的 從來一次 黃旗啊 爸爸看你哭了 你在難過 黃旗啊 爸爸知道你難過 你如果想跟爸爸說 你再跟爸爸說 爸爸在隔壁 黃旗 結束 黃旗 黃旗什麼感覺 不過我很好奇他的感覺 因為他搞不好會生氣 怎麼都沒有讓他問我 什麼感覺黃旗 有被同理 有被同理 就是說你很認真地在對待我這樣子 當我說我知道你很難過 你的內在有什麼感覺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同伴 就是好像有一個人可以跟你一起難過 雖然我不會馬上就停止難過 可是至少有一個人 他願意停你去 我建議輔導師的老師 或者是一般的父母 你去梳理孩子的感受的時候 這樣就好了 這麼簡單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跟你的難過在一起 以前我們都不常把難過帶出來 作為一個表象的梳理跟發展 他的難過就一直壓 壓了很久 他就學會了用一種方法做什麼 我剛才做的只有兩個功課 一 梳理你的難過 二 你願意說你告訴我 我絕對不要再跟黃旗玩曖昧溝通的遊戲 曖昧溝通就是他在渴望我來 一直不斷地跟他談 那麼我會很累 你以前男朋友很累嗎 現在不會 謝謝 聽到了嗎 沒有女朋友的 可以看看這位美麗的女士 因為以前的男人是讓他依賴啊這樣 這叫做依賴 男人會覺得很爽啊 為什麼 因為他讓我依賴 你看 很有用啊 一個學生在了學校 剛開始我去處理這個孩子的問題 這個孩子有了難過就找我 我覺得我很有價值啊 我們就忽略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孩子在這個地方 他一直不斷地傾斜進來 久了你就累了 你其實在讓孩子來體現你的被需要感 然後我們就開始玩遊戲了 那個遊戲就是你怎麼了 還好嗎 我做錯了什麼 你怎麼不說話 黃奇 是不是因為我剛剛沒有做那個 我要用他的 來探索一下他哪一個 你好像是我做錯了那件事 你是這樣 你知道我剛剛這些都是隨機說的 因為我根本沒有遇過這樣的人 黃奇你們很特別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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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黃奇一個掌聲 讓他鼓掌 他很可愛 很可愛吧 因為我們沒有懂得怎麼跟別人同理情緒 那麼一個孩子這麼小 你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同理他的情緒 以這個為入手 開始 可是你們剛開始做不容易 好 數 數理 孩子如果有情緒不OK 我建議 你不要討好事的一直去問他 你現在生氣嗎 不是這樣討好 他不想想就先接納他 看著他的眼睛問他 你有在難過嗎 這樣就好了 那媽媽願意陪你 可是剛開始去改變這樣的方法的時候 你說要讓孩子的情緒走得更穩嗎 他情緒可以跟你流轉 他就會更穩 這是要溝通的開始 好嗎 除了你剛剛我提的 談話就是三方的對話 自我 情境 他人 二 能夠從感受裡面照顧他 這就是在乎他人 生氣的孩子也是啊 這也是我常提的 一定要給所有的家長知道 生氣的孩子拿來別人的東西 拿了別人的東西以後 我都叫爸爸媽媽不要馬上說教 不要馬上指責他 指責說教 這在三方應對 你就是在這個地方 超理智跟指責了 不理他就是打岔 媽媽還會做得討好的東西對不對 拿了別人的飲料 媽媽都會問他 還給姐姐好不好 不好咧 對嗎 要不要還給姐姐 不要 所以你不要用這種魔靈兩可的語言 因此一個小孩在這個地方 他拿了別人的東西 他的應對語言跟肢體姿態 心情的媽媽也是好 三歲的小孩他在生氣 做了一件事 請注意你們的語言 不要一下子進來就討好 很多人都會在這個地方有討好事的語言 怎麼了 你還好嗎 嗯哼 很容易這樣 好像彷彿我們以前要去關注一個人 就得用這種語態 這種語態用久了就很麻煩 孩子在這個地方發生問題了 大的孩子也是這樣帶 拿了別人的東西 蹲下來 第一句話 做重複問句的核對 發生了一個事情 你學習 學習用重複問句來核對 因此我就會蹲下來問他 他是我兒子的話 弟弟啊 姐姐說 弟弟拿了我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事件 作為一個大人 要處理他拿了東西 不要馬上就在這個地方指責 處理 先探索一下 蹲下來 肢體已經平行了 看著他的眼睛問他 弟弟啊 你拿姐姐的東西啊 他通常不太願意回答 因為拿姐姐的東西這件事 就是隕含著他不對 你問他 弟弟啊 你想要拿這個 你想要這個水壺啊 他搞不好會比較點頭 教育原則一次就好 這個時候進來 弟弟啊 不行喔 這是姐姐的 不能拿 小孩子你要教他這樣教就好 這是教育工作者的引導責任 他會不會聽 不會 他怎麼可能聽 他如果會聽世界就大同了 你是教養者 他不會聽 所以你要強制他 弟弟不行喔 這是姐姐的不能拿 你要把他溫柔而堅定的拿起來 還給了姐姐 這是三到五歲的小孩子最長的 如果你們家庭教養 沒有做好的話 他就會這樣 拿走了他會怎樣 生氣 哭 記得嗎 我說我的侄子經常 這樣子的哭跟鬧 是憤怒在這個地方未滿足 小朋友最有擁有的東西是 李當祥全 李當祥全 李當祥全這件事 如果一直都沒有做好 那麼他會怎樣 到了長大以後 他就覺得我不會送 就是你 小孩子從小沒有被愛 他也沒有在發展李當祥全的過程當中 他就覺得東西你都是你 他會一直都去指責別人 你不是說這個孩子怎麼這樣 他在我們的環境裡面被帶大的 我們教的 你如果走感受他大概就好了 拿起來 我通常的做法是這樣 簡單的跟你們說 蹲下來 看他的眼睛 第一個走感受 不過這句話要小心 就是別亂問就是了 我通常都問他 弟弟啊你在生氣啊 你不要去對一個大人問他 你在生氣嗎 他就更生氣 你小心一點 我沒有啦 你剛剛煩耶 我本來就這樣啦 你試你自己 你們就陷入了爭執裡面 所以 這麼巧的孩子可以 青少年如果你很有自信 你很穩定 那接著 你在生氣啊 你聽我的聲音 他比較不會在這個地方跟你對抗 如果你的問話是 你在生氣喔 他就跟你對抗 你從來一次 弟弟啊 你在生氣啊 是嗎 你聽這個語言 為什麼語態 他帶來的敘述 是如此的重要 當你這個語態進來了 你才有可能去做 麥倫少年 弟弟啊 你在生氣啊 你只要問他 他就更生氣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 你要同理他 可是我建議這個同理 你現在背的是敘述 可是他真正的是 你真的願意允許他生氣 孩子本來就要生氣 他不生氣 他就沒有力量 小孩子在他生氣的過程當中 學會一個東西 一個人不會控制情緒 控制生氣 生氣控制他 他就是不理性 衝突 暴走 一個人能夠運用生氣 那麼他就有力量 他勇敢 一個人不會運用難過 那麼他就會搬到難過裡面 居住自憐自愛委屈 一個人會運用難過 他就會纖細敏感 他就會有藝術細胞 善良與關懷 一個人如果在這個地方 害怕 被害怕給掌握 那麼他就永遠恐慌症 如果你掌握你的恐懼 那麼你就是謹慎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